人生百年 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才是黄金时代 因此 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朋友们 记住下面这十句话 您就能过上 无忧无虑 无迁无败 享受人生的黄金时代 今天呀 北京大妈送给您十句话 第一句 后半生请学会沉默 有时候被人误解 不想争辩 所以我们选择沉默 生活中 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说清楚 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是非 那么 不想说话 就不说吧 再多说无意的时候啊 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 第二句 后半生请回归平静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 平静的心态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匮乏 只要心里非常平静 就是过着最幸福的生活 第三句 后半生请学会弯腰 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 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 这些都不要紧 想开点 放开点 即便是弯个腰 道个歉 又何妨呢 第四句 后半生请不要 想如果 当初 人生是一条 有无限多个出口的长路 永远在不停的做选择 但是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 选择了 就不要后悔 更不要总是说 想当初 第五句 后半生 请继续学习 读书看报 书法会话 唱歌跳舞 钓鱼打牌 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继续学习的方式之一 随身带一个老歌播放器 不管是在家 还是晨练 边听歌 边做其他事情 这样 能给老年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 会让您心情更加舒畅 第六句 后半生 请保持单纯 想的太多 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 单纯 其实是一种 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 单纯的活在当下 单纯的享受食物的美味 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 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 不要思考太多 生活其实就是简单快乐 第七句 后半生 请偶尔俗气 每天吃水果蔬菜 健康食品 是不是偶尔也想吃一顿大鱼大肉 那就尽情的去吃吧 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 但偶尔也不妨俗气一把 人生不需要把自己捆绑的那么紧 偶尔的小小放纵 偶尔的俗气 会更贫义近人的 第八句 后半生 请好好打扮 爱美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就不爱打扮了 要趁着我们现在背还挺的直 腿还迈得开 多穿色彩鲜艳花哨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去看最美的风景 去拍最美的照片 第九句 后半生 请偶尔傻一点 该健忘的 就健忘 该粗心的 就粗心 该弄不清楚的 就弄不清楚 过去的事 就过去了 如果 只会计 不会忘 只会计算 不会大估摸 只会明察秋毫 不会不见于心 只会精明强悍 不会丢三落四 你的老年生活 只会有 无休止的 苦恼 最后一句 后半生 请经常祝福别人 我们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 怎么对待我们 因此 经常赞美你的朋友吧 经常表扬 你的孩子 你的孙男弟女吧 给陌生人送去一份祝福 送一个悲笑 当你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甚至能得到双倍的快乐 各位新老朋友 活好当下 享受当下的生活 就是最好的养老 希望网友看到视频 动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多一人看到 就能少一份伤害 转发提醒 感恩感德 感谢观看